得不到 不得受者 因为你做了 真上重罪也受不了戒 但地藏菩萨呢 告诉我们 方便 修忏悔法 达到自信 令其自信 身口 这个善相 得到了 但是得从自信得到 或者你念佛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得要自信地念 不是自信不灵 达到自信了 就灵了 受戒得戒 消灾免难 你要灭罪难 罪难也消了 或者是要比众生 想学摩核眼道 摩核眼就翻大乘道 想学大乘的经典 或者享受菩萨的众戒 我们道友都同时受菩萨戒 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 菩萨戒 不犯 是不可能的了 特别十重四十八经 你心里一动念 就犯戒了 跟比丘 比丘尼戒 三规五戒 完全不一样 三规五戒 乃至八戒 十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这是事啊 你得犯了 才算究竟 菩萨戒不是啊 菩萨戒是理呀 你心里一动念 就犯戒了 不等造成事实 因为是心戒 心戒是心犯 只要一心头 一起心动念的 你就犯了戒了 我们这凡夫心 能不起心动念吗 这是办不到的 不过戒律总说呢 十二六一戒 就是你规矩啊 行主作卧呀 十二三法戒 十二三法是哪法 这个就深了 三法跟哪法 这个意义啊 比那六一戒就深了 菩萨戒是化众生的戒 化度众生 这里头化度众生的 三角方便多 但是你举心动念 是不是合乎大悲心 合乎大慈心 这就分析了 要讲究至心啊 至心就是你自心一触 心诚恳 没有妄念 说这段经文呢 帝章夫人告诉我们 说你要想菩萨受菩萨戒 或者得受根本戒 乃至于三规五戒 那你请师证明 谁是师父呢 十方诸佛菩萨 请十方诸佛菩萨 来给你证明 那你要发愿 发愿 一心立愿 注重在一心啊 这一心咱们 一会下文就专讲了 完了把戒相了解清楚 承办戒相 先说师根本 这叫众戒 完了以后才说四十八情 这叫轻戒 轻重 都具足了 身口意 都具足了 在佛前 自己发愿 自己受 自私受戒 对佛相 对菩萨相 对地藏相 没有师父给我受戒 找不到师父给我受戒 那你对佛向前受吧 但是得自信 地藏菩萨里 说的三脚方便 如果你能自信 在佛前受 也得戒 是大乘受戒法 说你要想 行菩萨道 那你必须得受 菩萨戒 身口意 三聚敬戒 舍律戒 舍善法戒 遥移有情戒 菩萨要受 遥移有情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有十重四十八情戒 那叫菩萨戒 利益众生戒 一般的在家人 叫二聚敬戒 出家人 叫五聚敬戒 说大乘莫和言 这个专讲一下子 就是我们发菩提心了 要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你要受菩萨戒了 应当受菩萨的根本重戒 受了菩萨要持菩萨 特别是舍善法戒 收舍一切善法 舍是舍受的意思 所有一切善法 要不是给一些众生 把一切善法 都不是给一些众生 这从行善方面做好事 方面讲 但是你要想利益一些众生 你颠第一个 要舍利益界 菩萨有菩萨的律意 舍利益界 把大乘小乘 一切所所致死的 只能行善的一切方便 这就是舍善法 舍受舍是善法 把这一切善 都不是给一些众生 舍化众生界 要想化到众生 佛也知道有戒律 你要想斗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得先拒住一切戒 没有清净戒死 找不到清净戒死 不懂得戒法的 不能传授戒 那叫清净戒死 在戒律里面有讲 如果戒死不清净 你不得传戒说法 所以在努伊大使 他相受戒 在南延菩提 他观察 找五个清净戒死 找不到 没有 不可能 他才在《大藏经》里头找 才找着 《善乐业报经》 这个经以前没人说 是从奴伊大使开始的 他的《藏经》里头找着的 找着他就一直这个 《善乐业报经》 拜《善乐业报经》 拜《善乐业报经》 他得了清净轮向 他得了戒了 但是他不会做《善乐业报经》 《善乐业报经》 说这个法也没得到传 一直到红衣大使 红衣大使是专红奴衣大使的 他查出来 红衣大使才做斩插轮 才发愿 弘扬 斩插散乐业报经 做着斩插轮呢 他没有讲斩插散乐经 斩插散乐业报经 红衣大使做的一步 斩插艺术 除了这么一个注解之外 其他注解没有 这里都告诉我们 说行善 属于奢散法界 收拾一些散法界 行善 也有行善的规矩啊 我们做好事 还犯了错误了 还不知道 做好事 有做好事的 也有做好事的规律啊 这就是奢散法界 和戒律里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在你行不死道 摄受众生的时候 你心里有杂念没有 心里清静没有 这个关系非常大 因此必须得想到 必须想到 同时 要护念自己 像我们无缘无故地 伤害众生 杀众生 你不知道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我早前出来走路 你知道你脚下 踩死了 那个小虫子 你右眼看不到的 微小生命啊 对 这也告诉我们 假使说 你早前一开始 一走路 你就念一个记字 从早人诞 直至末 一切众生 智慧后 要与足下伤其心 愿入及时 生经度 念念观想 把这些众生 都送到极乐世界去 因为你不知道 伤了没有伤 那你早就先念这个记字 我来下伤穿鞋走路 假使说 把他误伤 杀 踩死了 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 愿入及时 圣经度 你有这个力量吗 不是你的力量 这个记送啊 是一切祝佛的力量 你念这个记送 加一些祝佛 菩萨的力量 表示你 念念的利益众生 念念的不伤害众生 因为你这一念 就感到祝佛 菩萨的加持力 这个记 这个记字呢 是产生的 花眼睛 文书菩萨说的 花眼睛的 净行品 文书菩萨 告诉我们一个 说你早起 一起来 一穿鞋 要出去的时候 你千万要注意 你先把这个 咒念一念 这个经上 就是照 从早起 一直到晚上 到你上床 不走路为止 从照 人诞直至末 一切众生 智慧后 要如 足下 伤其心 老婆 我们下期再见